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所谓的独立战跟亚马逊去竞争 我认为这个逻辑本身就不太对 谁说你做独立战就不能做亚马逊的 你既然做了一个已经有自己调性的 有持续的复购能力的这种产品品牌也好 或者是调性品牌也好 或者是文化品牌也好 你在自己的渠道里面 你完全也可以在亚马逊里面 对于你来说亚马逊里面 只要有你流量的客户 你就可以去做 你为什么不做 你无论是用主品牌还是用子品牌 所以衍生品牌还怎么样 对于你来说那是个新的渠道 这里边已经有业务 因为你的站外已经有足够的流量支持你 你为什么不去做 差不多是你在 你在你是差不多是你是这个 这是这是那个 来美的比 你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对于你来说你在线下的专位 在专门你自己的直营店 在你的品牌店 还是说在奢侈品的联名店 或者你在天猫 在京东 对你要说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他们都是你的销售渠道 只是说你要去做 不同销售渠道的产品调性的划分 去做不同销售渠道的这种价格的划分 甚至说人群你要去做个细微调整 这个才是我们那天最有趣的观点 就是跨境电商出海的术语道 而且很关键一点 就是说我们对于跨境电商的这个认知的源头 就是我们是谁 这是一个最哲学的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是吧 三个哲学上的人 终极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到哪里 好了 那第一个问题 我是个卖家 我从哪里来 我是从平台 进入平台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卖家 我要去哪里 我继续成为一个平台卖家吗 还是说我会演变成为一个综合的商家 还是变成一个company 这里面才是最大的一个差一点 就那天我们讨论的这些话题里面 在传统BI里讨论的话题 包括德勤 德勤在里面提到了关于整一个出口电商卖家 他在大陆境内的税务 包括整一个的这种转移定价的这些资金的 怎么样去通过合理的费用合理的设计 而少一些成本 回到卖家自己手上进行二次应用 二次分拨 我就记得那句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的钱不是你的钱 你的账上的钱不是你真正能用的钱 我特别记得他讲的一个例子是 你是一个中国大陆商家 你通过香港公司 然后控制了一个美国公司 那通过美国公司赠了一百万的利润 但是一百万在你拿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可能是经过几成一在美国本地的会有一个所得扣 再一个在香港这也会有一个利息 然后再回到大陆的时候也会去掉 那这里边你会发现可能最终拿到手上的 可能就是七十万的利润 哇塞好可怕 是吧 那如果是你只是在大陆境内的话 那这是境外公司之间的这些问题 包括我们最近提到的欧洲税改 很明显欧盟的这个税改 其实就是针对国际卖家 是针对中国商家 那开始现在有人开始去在匈牙利也好 不同的国家去买所谓的法人账号 去开本地的公司 去要开所谓的这种销售税 就是要了某个罚职的时候 就把它去掉 不要了或怎么样的 那这个其实听上去 不就是我们淘宝在国内的这种 个人个体库的这种 定额去征收的方式 就有个发现 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的视野 把从问题的源头 我是谁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很多的问题 无论是解决的方向 解决的方法 实现的路径 阶段性的目标 都会迎刃而解 我是谁 我是个商家 我是个seller吗 错 我不是一个seller 我不是个卖家 我是一个商家 我是一个business company 我是一个公司 而公司意味着 无论是你的公司的整体的架构 你要随着公司的发展 去做调整 你的组织需要调整 你的供应链要调整 你的人员要调整 你的资金组成 运营资金组成 包括你的风险控制 我们刚刚讲的所有问题 跨境出口电商里面的 道与数 其实就是一个风险 企业内部风险 外部风险的管控 而大部分的行业 讨论的是说 一个账号的风险管控 刷不刷单 亲不亲权 这个是一个必须考虑的 但是你当你把它放到 一个公司上 你会发现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因为你是一个公司 对于来说 这些seller 不同的seller的角色 它承担的角色 是不一样的 在零售的理论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会有说 包括我们今天卖家里面 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理论 说我有这个引流款 我有利润款 我有品牌款 我有这种标杆款 对吧 同样 作为不同的公司来说 你的seller这个角色里面 也会有不同的 这个角色分配 就是我们大家好好理解的 这所谓的主账号 纸账号 干嘛的 那其实本身 就是这样子的 那大家其实在思考 问题的时候 我是谁 这个角度 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因为当你清楚了 我是谁 那就意味着 你知道你现在的阶段 你未来要成为的阶段 最起码 这两点也知道 因为当你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一个seller 你是个商家 你是个公司的运营者 你是公司的管理者 你是公司的所有者 你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你未来想成为的角色 是不一样的 那天我们问了 这个到访的这个卖家 他其实 他还是挺厉害的 花了五年时间 从亚马逊 完成了这个单一品类 单一品牌的 这么一个五亿以上的销售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这个未来亚马逊 会不会就像 现在的帕洛逊这样子 出现 类似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是不是大品牌 在亚马逊上 都有高度的危机 我说这不是问题 因为帕洛逊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事情 其实是因为 他违反了亚马逊的 这些规章制度 他受到了这些惩罚 你没有违反这种制度 这种管理制度 你为什么慌呢 对于亚马逊来说 第三方平台本身 第三方的卖家 是为他丰富产品 而且第三方卖家 是创造收入最多的 无论是物流 资金 AWS等等等等 包括广告 对吧 对于亚马逊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为什么一定要去干掉 我自己的生意 只有去打掉那些 不遵守规律的 而且很明显 不形象公关事件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我们所说的 这个亚马逊的这种品牌 产品品牌卖家 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顾虑的话 就说明他现在对 我是谁 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 最大的一个存疑 就是我到底是谁 我是一个亚马逊账号 还是我是一个亚马逊的 seller 还是说我是一个公司 公司有一几百上千人的 公司的老板 创始人 股东 高管 甚至说运营者 经理 总监 那我要做什么事 我要这个公司做得更好 因为这意味着 我的收入 我的利益会更好 当然那种 跟公司利益背道而驰的 不在我们讨论方面 大部分这个行业从业者 还是说公司好 我好 因为我拿到的东西更多 我无论个人厂长 还是我获得的利益 都是最多的 那你要考虑到 公司在整一个行业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角色 它更多的是一个company 它是一个作为 跨境电商新零售的参与者 而这些通过 包括我们在内 一开始就被先入为止 说我们是个卖家 我们是个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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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就 我只关心某一个seller的 账号的风险管控 错的 其实我们更多是要去做 内外部的企业风险管控 那包括环球预扣 包括跨境通 包括最近出了不少问题的 这些头部大卖家 其实往往就是因为它 内外部的风险管控 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组织结构的正能力 归根到底 其实是对 我是谁 这事情没搞明白 我想要去哪里 战略目标搞明白 然后对应的战略分解 以及当创始人 又很清晰的这种 或者说已经有一个 自己的自己目标 说他有没有让 他的同事 他的合伙人 他的执行团队 能理解他的东西 而不是说 我在上面讲很开心 然后你们下面 完全就不知道 我说什么 讲完以后 我要你们做也做不好 我只能骂你们做的不好 然后你就说 老板讲东西 都不靠手 不现实 我们所说 沟通需要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同频 当你的读者 或者你的用户 或者是你的消费者 他没办法跟你在一个频道 或者他不在一个频道 你做得再好 也没有用 因为他根本不掰你的东西 那无论是做 亚马逊的平台型卖家 或者其他的平台 还是说独立站 站群卖家 站精品站卖家 独立APP卖家 还是现在的TikTok 这种二类的 跨境电商的 社交媒体的电商 你很清楚的 我是谁 我要给什么东西他 而这个我是谁 他其实有很多的小我 他最终汇集的是 是一个个的销了 亚马逊的销了 Ebay的销了 数百通销了 独立站站群的销了 独立站精品站的销了 这个视频的销了 B2B的销了 甚至说 我是做供应链销了 而汇集成一个大我 我的主体是什么 这个主体是 他就做一个像 一个支撑体 这才是聚合你所有能力 能量 以其理清你所有 前进方向的魂 就是大我 就是我是谁 这家公司是谁 这company是谁 而这个才是我们在那天 我们通过这种 思辨的方式 所讨论出来的 而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 跟大家在 阿米教育这个事情上 能够有更多的参与 跟互动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问题 当你想明白了 最核心的 底层的逻辑以后 你会发现的问题 其实都不难 你的沟通方式 你的沟通技巧 你所获得的用户的回汇 无论是消费者 还是你的合伙人 还是你的管理层 还是你的继续员工 甚至你的供应商 平台 服务商 你会发现 对 在这个事情上 我就很清楚了 但是现在行业太浮躁了 对吧 天天都在看新闻 都是以新闻来去做 所谓的决策 拍脑的决策 这里特别讲 讲一个事情 帕勒逊那天出事的时候 有人给我发了一张 什么帕勒逊 要倒闭的图 让我去打听打听 我说我脑子进了水 我这张图发出去了 我就把我的自称 下线给露出来 这是明显就是谣言 而这个行业里面 从来不缺乏谣言 从来不缺乏谣言的 推波逐篮者 而谣言的获利者 就躲在暗处里开心 有句话会得罪很多人 脑子是个好东西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到此结束 关注跨境阿弥秀 关注更多跨境内上 深度上进 拜拜